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又是美好的一天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健身房做一种臀部训练 对 就是那种练了就让你敲到爆炸的那种 今天我们的动作非常高效 但是我们会使用比较简单的器械 就算你是刚刚入坑健身房的姐妹 也会让你训练自如 那么在开始训练之前呢 我们先喊一下我们新年的口号 我要做辣妹 你们抖着月望通通实现 好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做一下热身 热身对于一个高效训练来说真的真的很重要 它可以很大的增强我们肢体的活动范围 并且增强肌肉的感知力 防止受伤 想要高效训练并且有好看的肌肉线条 就赶紧给我热身起来 首先我会用弹力带来活动我的肩关节 虽然我们今天做的是臀腿运动 但其实我们是全身都有参与的 不要忽略任何一个部位 如果你的肩关节活动范围有限的话 就做到你的极限位置返回即可 这个动作我们前后各十次 一共三组 接下来我们做侧弓步蹲 核心收紧 背部挺直 臀部向一侧一动的同时向下做 感受侧臀的发力感 切记不要身体过度的向前倾 单边十四 一共两组 接下来我们来热身核心 核心收紧发力 保持身体平衡 背部挺直 用一只手去拍打另一只脚 感受核心的发力感 如果你没办法很好的保持平衡的话 就一只手扶墙 我们单侧做十次 一共两组 接下来我们用一只手扶住器械 或者扶住墙都可以 身体素质 我们做一个摆胯的动作 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活动我们的胯部 增大下肢的活动范围 对于提高臀腿训练来说非常高效 第一个动作我们用弹力带来进行扶住 套在我们的脚和膝盖之间 这样我们可以锁定我们的远端集体 防止我们在做倒灯的时候 腿部的活动范围过大 带长掉臀部的发力 这个动作真的是解决了我多年来 自从倒灯无感的问题 超级高效 保持核心收紧 不要塌腰弓背 做腿部倒灯的动作 尽量向上抬 停留一秒 感受上臀的发力 单边12次 一共4组 接下来我们做哑铃臀推的辨识 我们将双脚的脚跟并齐对拢 这样可以加强我们的臀大肌的挤压感 如果你在臀腿的时候感觉不到发力感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辨识 你会发现感觉大有不同 我用的哑铃是20千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力量进行选择 30次每组 一共4组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哑铃硬拉 双脚的站姿与肩同宽 脚尖和膝盖略微向外 保持膝盖略微弯曲 核心收紧 背部束直 将哑铃沿着大腿向下 同时臀部向后推 想象后面有一扇门 又屁股把它顶开 感受上臀和大腿厚臭的发力感 起身时我们不需要完全站直 也不需要用力顶跨 还是保持膝盖略微弯曲的感觉 重复向下 每组12次 一共4组 下面我们做的是哑铃单腿硬拉 双手握住哑铃 一只脚向后打开两个拳的宽度 保持身体平衡 重心放在前脚 放松前脚指 同时用脚后跟发力踩在地上 膝盖略微弯曲 保持身体中立不要偏移 将哑铃连着一条腿向下 同时臀部向后推 向后开门的感觉 感受上臀和大腿后侧的发力感 起身时不需要身体完全站直 还是保持膝盖略微弯曲 继续重复动作 单边12次 一共4组 接下来我们用史密斯做一个公布蹲 可以很好地训练到我们的侧臀 让臀型更加饱满 重量我选择的是单边10千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 尽量加到你的极限值 逼自己一把 将杠铃放在斜方肌上 一只脚向后移大概一个半肩膀的宽度 移动脚位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身体刚刚好可以素直向下蹲 不要前后倾斜 重心放在前脚的脚跟 尽量蹲到自己的极限位置 起身时感受前腿侧臀的发力感 每组12次 一共4组 最后一个动作不仅很好地 可以饱满我们的上臀 还可以高效训练到我们的肢体灵活性和平衡感 如果你是初次训练的话 可以选择空手 以臀部为轴心 保持一条腿的膝盖略微弯曲 站立腿可以略微腕旋 保持平衡 脚掌抓地 另一条腿向后向上抬起 抬到自己的极限位置 再慢慢向下 恢复到身体的初始位 脚尖轻轻点地 感受站立腿上侧臀部的发力感 休息一秒继续 这个动作你刚开始可能感觉很难保持平衡 你可以从一个两个三个开始做 慢慢递增 坚持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它对你的肢体灵活性和上臀的发力感 有很大的提升 最后和大家分享我练完臀腿经常会做的一个拉伸动作 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拉伸到我们的臀部 大腿侧面 大腿前侧 非常高效 开始可以做到自己的极限位置 停留即可 每个动作停留20秒 长期坚持 你会发现你的腿部肌肉要比之前灵活很多 也可以高效缓解我们在大重量臀腿训练之后 腿部的酸痛和紧张感 接下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了 把你用过的器械归位 为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训练环境 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训练一块 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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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